一名故姓男子跟朋友相约到墾丁后壁湖潜水 却是不见人影 经过连日搜索 终于在失联的第七天找到人了 由民众中午在岸边发现了一具遗体 经过确认 死者就是上个月28号失联的潜水客 家属得知了噩耗 崩溃痛哭 海巡人员在陡峭小镜中 小心翼翼搬云遗体 因为日前失联的潜水客终于巡获 路面崎岖 收救队员甚至用手辅助攀爬 费了一番功夫终于完成任务 眼看亲人成了一具冰冷遗体 现场等待的家属再也按捺不住情绪 悲痛万分 事发在上个月28号屏东墾丁后壁湖 当时这名60岁的故姓男子 尽管跟朋友一同前来潜水 但才一下水就此失去下落 海巡人员连日寻找 不仅派出巡防体空争机 同时还在暗季搜索 只不过皆一无所获 直到4号中午 接获民众通报 这才在下水决案季 巡获潜水客遗体 立即派遣暗海 线上勤务 及通报辖区 派出所 消防队 前往确认应处 家属 至现场指认 出不了解故姓男子是新竹人 潜水之历十年 由于并非新手 因此意外原因还需要再厘清 而海巡单位也呼吁民众吸水潜水 最好西班同行 不要独自前往 避免发生旱事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